不一樣的地方是說 我們向下追蹤的部分 我們要把它加上去 我們上個禮拜好像有提到就是說 那個位置 我剛剛這邊是寫那個 for i 等於 那個第二列 到第十列 那如果未來資料增加的話 你其實不是要一直改嗎 我前面講過 你可以用追蹤的 你可以放A1 或放A2都可以啦 追蹤就Ctrl鍵按向下 Ctrl下 他會追蹤 追蹤到把這個目前的列 的訊息丟回來給我 在VBA的程式撰寫的話 應該還記得吧 這也蠻重要 因為以後一定會反覆出現 就是我剛 所以有時候你可以模擬一下 程式就是 你不用死背 但是有些地方該記的還是要記 就是我把游標放在那個 A2好了 A2其實跟A1結果一樣 然後呢 有沒有 所以游標放在上面 你可以 記得用一個 物件名稱叫Range Range就是範圍嘛 刮鬍哪一個 哪一個範圍 你可以是範圍 也可以是儲存格 那我用儲存格 這個通常是指一個 比較不會變動的範圍 那會變動的範圍用Sales 不會變動的範圍用Range 向下追蹤的話 就點 點 向下追蹤 打一個 E AND 其實就是 它的 這個範圍 再加一個前刮鬍 哪一個 這個範圍 向哪個方向追蹤 有沒有 AND 就是 範圍的追蹤 那哪個方向 你刮鬍 前刮鬍之後 它會有一個方向 上下左右 那我們是向下 所以 XL DOWN 我是建議你用刮鬍再用選的 因為你自己打很容易打錯 後刮鬍 有前刮鬍就會有後刮鬍 那 追蹤之後的話 請你告訴我它的列 所以你就ROW就可以 這樣子 它就追蹤到列 那意思就是說 它會幫我 有點像這樣 幫我把優標先放這邊 那AND的話 就是說 它要向哪個方向追蹤 AND到向下 向下 然後呢 我希望把 它的這個列 這個數字 幫我放到這邊來 所以呢 它就會把 點ROW的意思說 幫我把這個數字 幫我帶到這邊來 那最後的話 就會得到一個 10的數字在這邊 那未來如果 當然你有資料增加 或減少 這個就會是變動的 而不會是固定的 OK 那這個蠻重要的 因為未來你的資料裡面 通常 都是固定的 尤其在Excel裡面 常常會有資料的增加 或者是刪除 減少 OK 那你就勢必一定要學會這一招 OK 這個 盡量可以把它記在筆記本 或哪個地方 因為以後一定會用到 你就常打 像這種東西 我可能馬上記下來 但如果你打超過10遍之後 我想你大概應該也忘不了了 OK 慢慢就熟了嘛 然後最好是每天工作 會用到Excel的話 你就每天就做一下 盡量就是說 有時間就練習一下 也不要塗髮煉缸 我覺得 工作裡面應該 老闆也不會 不會說 限制你不能用VBA 這種東西 不可能啦 我想這種東西是開放的工具 好 那做完之後的話呢 我們底下 就一樣可以把這個 複製一下 然後貼到 把石蓋過去 可以 因為這樣的話就固定 那也就是未來 如果說我的資料 假如說 我是這樣 我把上面 複製好了 假設我又多增紮幾筆好了 那你會發現了 如果我剛剛是固定的 它跑到這邊就停了 但是如果我現在不是固定的話 它會自動追蹤 自動向下 有沒有自動會向下 會自動清除到下面 這樣的話呢 就比較完美一點 因為之前有同學 本來寫到只有固定的範圍 同學說 老師不對啊 工作裡面常常會變動啊 那怎麼辦 關鍵的程式就在這裡 就這麼一行 那未來有蠻多地方 都可以用類似的方法 去追蹤到你 目前範圍裡面的 最下面列 但是特別注意 這種追蹤方法 它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 如果你中間假如說 有一個是 對 就是沒有資料的話 那它會追蹤 就會失敗 Ctrl向下 它就會到 空白資料的上一個 所以呢 通常啦 我們要追蹤的話 你就要類似資料庫的概 資料庫裡面啊 那個什麼 會有一個Key啊 那個Key啊 指的就是某一個欄位 那個欄位一定要有資料 不能缺 编號嘛 你不可能沒有编號 沒有 其他的欄 資料可以沒有 但是编號 絕對不可能沒有 有沒有 有沒有 最後一定要 所以你就用那個 當追蹤的 那個欄就OK了 所以這部分的話 就是如何向下追蹤 那待會的話呢 我們就 這個部分完成之後 待會我們就來想想看 如果我今天 要直接在VBA處理完 再丟出來 這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一樣再寫一個 制定函數吧 不過特別注意喔 如果你要制定函數喔 可能要先把這個寫好 再變成制定函數 比較OK 因為如果你用丟公式 沒辦法 制定函數也產生不了 要怎麼做 待會的部分 可能會稍微難一點點 畫面先換給各位試一下 就是 再把那個追蹤的部分加上去 程式部分 我也把它放在雲端上面 如果你以後要參考的話 在雲端白板上面 也可以找到 那個對應的那個解答 好